YoYoY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Lina System我频道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节目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临时加插一个平时我不会做的东西 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 近来在PS5上公布的一个新游戏 可以不是讲新游戏 不是一个新的Franchise 这就是Grand Trismo 7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本身是个赛车迷 想当年买PS4的时候呢 也是因为Grand Trismo Sport的时候 才买PS4的 甚至也花了不少钱去买那个steering啦 battle啦 有的没的 就让自己目想成为一个赛车手 可惜还没有赢过 好不用紧 这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讲说 Grand Trismo 7 终于会在PS5上发售 而这一次 是不是一起跟PS5发售呢 我们还不知道 因为还没有公布的期 但是呢 他们其实在 16月12号晚上的时候 随着PS5一起公布了他的trailer 所以今天我们就希望从这个trailer里面 大家去分析一下 到底他会跟Grand Trismo Sport 跟Grand Trismo 7 这两个不同四代主机的版本上会有什么样的差距 是否值得花钱去买呢 哎呀其实这个话不用去问的啦 一定是去买的啦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画面 好 这个画面一开始呢 就会给你看到说 哎 原来 这几个灯 好像很特别这样哦 好像很亮这样哦 为什么它显示这几个灯呢 什么这样特别呢 特别就在于假说 因为新的PS5 这一代主机 它正式的support ray tracing这个technology 什么叫ray tracing呢 十点有机会 我慢慢跟大家再讲 意思就是讲说 它的光其实可以做到好像现实社会中一样的光 包括什么呢 反射啦 那种diffusion的 diffuse的一种光啦 好像现在你所看到的 很明显你看得出 中间这个button其实是用铁做的 是不是 因为它有一个铁质感 它这个铁 它特地在个壁呢 放了一个粉红色 或者叫红色的switch 然后你可以看得见 它这个铁的表面 它其实有反射一点粉红色的 或者红色的光 你一看就知道是来自个别的switch的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在生活中很常见 但是在游戏中会做出来呢 这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 Rray tracing就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样子的 画面表现 所以呢 我也是很期待讲说到底 Gran Tracement 7可以透过ray tracing这个技术 让它的整个模型或整个画面 进不到什么样子的层面 所以从这里一看 哇打转没问题 这里也是一样 你看它的钮 它的switch的钮 它的diffuse的程度 可以说是 之前在Gran Tracement Sport里面 我们很少看见这种这样子的画面的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可能也做不错 可能也是他们没有去做 所以咱们在这一期Gran Tracement 7里面 他们就很 注重很注重的 去讲了 ray tracing这个科技 接下来几个画面 你也会看到ray tracing这个 这个这样子的科技 在它运用中 它简直就是大卖特卖 怕使人家不知道还有ray tracing这样子 你看这个画面也是一样 其实老实讲一句 哪里 哪里有人在 用这么多 shining mirror的 方式来 混这辆扯的 其实它这个目的就是 要让你知道 讲说 哎 我其实这个东西 是 可以反射的 哦 这里就有点失望了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你看 啊 通常这种是赛道 比赛完了之后 你会看到的replay replay呢 通常如果你只是注意汽车 或者它灯光 这样的话呢 他们做到非常的美 但是如果你注意它路边的草 真的是清清河边草的草迷马 你看它平的 是不是很 敷衍的感觉 这一个表现力呢 其实跟PS4的时候就是 PS4就是这样的表现 它就是在路边的时候呢 它只有小草几根 然后呢 其他的草就是用平的 来展示给你看 所以 这一点我甚至怀疑这个画面啊 他们拿PS4的画面来充足的 当然 因为 这个游戏距离发布的 其实它有一段时间 我不排除他们还没有做好 我只是希望说等到时真正发布的时候 在replay方面 他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希望的 不多 只是希望它做得比PS4 更加好而已 OK 好 接下来这也是一样细节 的表现 好 现在呢我们就 移到了这一个cluster 的 仪表版 我们所谓的仪表版的画面 然后很多人觉得什么 仪表版没什么问题啊 就是 Turn up 就没了 对 其实你要注意的不是这个仪表版中间 你要注意的是上面 下面 它就有两种不同的材质来展示 ray tracing 这个技术 它能做的东西 你看啊 它画面里面你会看到这个指针 一直在动的 它同样的上面的反射 跟下面的那个反射 它也会跟着动的 它并不是实实在那边 而且你看上面它那边 很明显的看得出 从这个画面 就已经可以感受得 上面 一定是那种 好像镜子 这样子的 Polish到美美的 反射表面 下面 就是那种很 matt surface的 就是那种 带一点 雅光色的 这样子的finishing surface 所以 从这里去看 你就看得出 就讲说 它只是透过ray tracing 这个科技 它就可以让你 在不同材质上 展示出不同的 光的效果 目的为什么呢 目的就是让我们 在游戏画面看起来 跟我们真实的 现实世界看起来 好像一样这样 啊 其实我们 玩game 做到这个时间点 大家都是为了看起来 好像一样这样 什么了吗 对不对 你看这都是反射反射反射 OK Gran Trismore is back 为什么这一句话 很重要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说 Gran Trismore呢 他 做sport的时候呢 他是一个未完成的 环品 当初他公布的时候 赛道又少 车又少 然后呢 他是透过这两年 不断的update 他的package 所以他还有 现在这个规模 所以其实当初 我觉得 SUNNY一点 他也不敢 去 放Gran Trismore 7 在PS4那一款 有时一场面 因为他 他打从心里知道 这是一款未完成的作品 但是 正是 Gran Trismore 这个franchise 从6号到7号 他各了一带在中间 放个sport 其实对我来讲 sport 就是6.5 然后 现在PS5上 他真正式式的放了 Gran Trismore 7 在里面 所以他讲说 Gran Trismore is back 他也是 透过这个画面 给你看 给你看 看他的suspension 他的那个rubber的套件 suspension的那个 push road 还有他的 wishbun 这所有东西 这个角度给你看到就是讲说 哎 他的建模 很detail 对不对 然后我们放眼光 放远一点点 你看到后面的车 好吧 后面的车的灯 照射到他前面的车 然后他前面的车轮也会因为后面车灯而照起来亮起来 这也是一种 光影的表现力 所以在replay上面我们就可以注意到这种细节 可能你会觉得讲说 Alieners 我不是每次都会这样子停下那个画面来注意每个细节的好不好 所以这种这样的小小的东西 在画面在跑的时候我才看得见 其实这东西 很难 你没有这样停下来看你是看不见 但是这个东西当你没有做的时候呢 我们人 的眼睛 现实社会里面我们 接触这种光影效果 太普遍了 所以当我们在游戏里面 当你缺少这种效果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我们的眼睛我们脑 就会告诉我们 哎 something's wrong something's不对 然后呢 他 立刻我们就觉得 假的 对不对 这是假的 所以 画面做假了 我们就知道这是game mode 这不是真实 对不对 但是呢如果他把这种这样小细节 做进去里面的时候 如果你给一个不玩game的人 给你爸爸给你妈妈 Auntie Uncle 看这个画面 你跟他讲说 哎这个是我上个星期在哪里举行的比赛 他们在 他的车下面转个camera来拍 他们我觉得他们可能也会相信 讲说哎 这好像是真的东西 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 他做的跟 我们平时 眼睛的认知 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就骗得了人 啊 OK 所以这一点也是值得期待 好这个画面 我们看到的就是 就大名鼎鼎的 从Gran Turismo 1 就出现了 Trial Mountain 这个赛道 当初在 Gran Turismo Sport里面 服务生最高重做的赛道 就是这一个 但是呢他迟迟不给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他要把它放在 Gran Turismo 7里面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看到 Gran Turismo 7这个画面 然后 你就 当场就是 嗨去了 哈哈哈 好 这个画面也是很值得 去看的为什么这个是我们进入游戏之后的一个主画面 你会看到一个home 然后你看到有个Sera在那边 呃 也不错啦 至少这一次他有放个美女就去陪你啦 所以 呃大家就如果可以换 自己喜欢的女生的话也是更加好啦 不过 OK No comment 然后你从这个画面就看到什么东西 看到有 Tuning Part Shop 然后看到有 GZ Auto Tuning Part Stop呢就是你可以进去里面 买零件 买你的 Axos啦 买你的 Engine 配套 买ECU 来增加你汽车的性能 然后GZ Auto呢 就是纯粹的外观表现 然后呢 Use Car是什么呢 Use Car呢其实就是 呃之前 好像有些车 他偶尔 Random 会在Use Car里面 出现一些车 which 他比 普通新车 有些Discount的 但是他 因为是Random嘛 所以我们 有时候玩games 以前我们在第六代之前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跑进去Use Car里面 看看他有没有 发售一些什么 呃 二手车 而这一次呢 因为还有 PS5有 这种online的功能 我希望他这个二手车的功能 并不是那种 全世界都一样的 打个比赌讲 几号几号 12点 我就release 一样Use Car 然后呢 全世界都 通风报信 然后全部都 重新去买 我希望反正是 每一个人的Use Car 出现的几率 都不一样 那么呢 可能大家的 幸运程度 就会取决于你能不能够 透过 很大的一个价钱 去买到这个 所谓的Use Car OK Brand Center 就是买新 Brand Central 就是 买新车的地方 然后我们看到最 最最右边 你看到 GT Sport 这个GT Sport 我觉得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 比赛的地方 然后呢 他有一个新的东西 叫做GT Cafe GT Cafe 这个是 从来没有在之前的 GT 版本里面出现过的 他到底是 什么的那个功能呢 啊 我 猜啦 Cafe嘛 Cafe就是给人家 吹水聊天的地方哦 所以 我不排除里面 好像有些人喜欢在 游戏里面组队呀 找队友啊 还是讲说我们要一起去破一些 游戏mission的时候啊 在里面去找人啊 要不然就是在里面交换一些心得啊 甚至可以在里面 放一个forum在里面 我觉得也是可行的 为什么 就是大家 面对这种赛道的时候 大家有什么样子的 啊 replay想要 分享给人家看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去这个 GT Cafe里面 看人家家比赛 看人家家去操控他们赛车 进而学习一下 所以这个GT Cafe 我推断 啊 就可能是一个forum来的 OK 所以如果是准的话呢 我 可能那次launch的时候 我就去买马票了 OK 所以现在我看进去 Home 直接进去里面 很平常的一个画面 我们跟 GT Sport的时候很接近 就是讲说 它的界面基本上都是一样 有你的车的一个 很美的展现 跟你的车的category 就是M600 这是你车的category 至于PP Point呢 我猜PP stands for performance point 然后呢 PP Point是跟着你的车的upgrade 你买的不同的零件 你的PP Point也会增加 所以 为什么要这个PP Point呢 就是讲说 打个比如你参加一个比赛 如果你的PP Point 是少过人家 而你又可以赢到人家的话 在他里面内建系统的一个积分数目来看的话呢 他可能就给你比较多的分 因为你的PP Point比较少 你反而可以赢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 给于Grantraismore 他一个里面 他做评分系统的一个方式 OK 然后呢 我们可以 继续往下面跑的话 就看到有讲说 Change Car 正常 我们看到Car Index Car Index 这个东西是一个Grantraismore 一直以来都有的东西 就是讲说他会介绍这个厂商啊 这辆车及时发售啊 或者他有什么特别版本 特别的story样子 所以就算不懂汽车的人 或者想要了解更加多关于这个品牌 或者这辆汽车的人 去读一读Car Index 他都可以给你很多丰富的介绍 让你对这辆车更加多的认识 GIF 这个礼物系统呢 是Grantraismore Sport里面所缺少的 为什么 他是可以送车给人家 也就是讲说 如果今天 我不够钱买一辆法拉利 我会跟我朋友讲说 哎你有钱吗 可以送我一辆法拉利吗 那么 同样的 你的朋友是可以送你法拉利的哦 所以呢认识多点团的朋友是好的 同样的来讲 我也相信这种情况呢 可能我们可以卖车 对 在Grantraismore Sport里面呢 你卖车呢 其实就是把车离掉罢了 他并不会让你 加钱的 是很费的 所以 如果Grantraismore 7里面可以卖车的时候 他可以让你 呃 拿回 Let's say 60% 或是70% 钱来讲的话 其实对我来讲更好 因为有些车你买了之后 你真的觉得这辆车的操控很难控制 但是不适合你的话 市场卖掉你不会那么伤 OK 好 那么 接下来就是 表现力 看里面的 Interior 他做到多么 仔细 这也是很 传统的Grantraismore的展示 然后呢 这里你也看到 就是说 我的买卖的零件 他可以有 不同不同的零件 告诉你的说有什么效果 但是呢 他我们他这里没有看到的 就是讲说 这些零件都是内部的 就是你换了之后 你可能也看不进 我更加希望的是他 可以在外部的 或是我加 Polikid的时候 他这辆车的 真正的外表 真的会为之而改变 接下来就会看到 Multiplayer 然后我们移序 我们画面的右手边 你就看到说 我们有Championship Mission 这两个地方 这些东西都是 之前在第六代的时候 有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应该也长差不太远 然后呢 有多一个东西叫GT World 然后GT World就有点像是 好像我们所谓的 世界巡回眼 这样子 然后他就会讲说 我们在America里面 我们有什么赛道 你跑完这个赛道之后 还得到什么样的奖励 然后你每个赛道里面 有不同不同的category 去挑战 不同不同的车 总去挑战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好 然后呢 after这里之后呢 我们看到就是 真实gameplay 真实gameplay 你看到的所有的interface呢 都跟GT World 没有不一样 所以 我也是怀疑 这个是GT World 的 画面来的 然后呢 你看得见呢 就是讲说 他的AI 他 电脑里面的AI 其实也并没有太大的 进步 因为还是一样的蠢 所以 这里我还是有所保留 可能他还没有完成 所以 以上就是所有GT World Sport 7 从这个trailer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的东西 所以当他launch的时候 我一定会买这一款游戏 然后再跟大家去分享 到底这款游戏 进步的地方是什么 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是什么 好 今天这个video有点长 有兴趣的朋友 去看啦 有兴趣的朋友就skip啦 然后喜欢这样的 这样子的 节目的话呢 就欢迎大家 点赞 分享 跟subscribe 如果有什么意见 想要 comment的话 就在下面comment 给我知道 好 谢谢大家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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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